調查有關沙中線港鐵紅磡站短矿鋼筋事件 我是表示歡迎的 尤其是特首委員會不僅是就這個事件提交報告 另外調查委員會也說過涵蓋的範圍 證明之前我也希望的是不僅是就這個單一事件 其實就現時政府港鐵就這些相關工程監管制度流程 怎樣可以在這方面找出問題 從而令到制度可以改善或者有建議 令到有關工程的質量和安全方面有保證 在這方面我是非常歡迎的 當然委任夏靖民法官在高鐵事件也做了一個獨立調查報告 這方面應該是很好的人選 不過我也希望這個委員會可以加入有關工程的專家 因為你始終是涉及檢討現時的監管和流程的制度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未來我們都有不少這些鐵路的工程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怎樣一個好的制度 令我們市民有這個信心 在安全方面和質量方面 這個現在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而政府也是雜無旁貸去做的 因為作為這個港鐵的最大股東 是不是就這些工程呢 未來呢 因為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港鐵方面呢 在這方面很有經驗 但是政府方面呢 有沒有這個人才和這些專業的專家在這裏呢 其實我覺得都值得去檢討的 其實我都最主要強調是整個制度的問題 至於單一事件呢 就是只是暴露到 現在我覺得某程度 現在制度是有些不妥的地方 是不能夠令大家適宜 是不是就是跟那個設計去做 和在那個安全和質量方面呢 是怎樣有保證 那當然呢 我認同的 就是可能呢 不是單事件 但是如果你是 就是那個委員會那個 我希望可以快些進行 那每一個工程進行的時候呢 可能呢 都會有發生不同的事件 那我覺得呢 在如果包涵方面呢 其實就這個月台 就是紅磡這個月台的事件 我覺得呢 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引入點 反而最重要呢 就是整個監控的制度 和流程 這方面呢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但你作為這方面的專家呢 你覺得調查的過程 就是那六個月裡面 那工程應該繼續呢 我想就是 如果跟足現在的合同 或者各方面要求呢 現在的法規呢 其實在這方面呢 其實都是可以運作的 那我覺得也都不會因為這樣呢 而是阻礙工程 最重要工程是跟足那個設計去做呢 監控做得好些呢 我覺得是問題不大的 因為在這方面 拿到某些工程 對數據 所以我認為我們不只要找出原因 而是整個系統和機構 保證整個系統是活動 和健康和健康地監視 其實都是可能有問題,我覺得最重要是委員會可以盡早展開工作 我覺得整個制度得以改善,省卻也會防止其他相關在工程出現甩漏的情況 我覺得這件事重要,至於紅磡土瓜環站也要跟進 不過不會因為這個問題拖慢,我不想它拖慢委員會成立和進行工作 因為六個月其實都是非常緊張和短時間尋找出真相之外 亦都是建議整個制度的改善和監管方面有哪些地方脫漏 How do you comment on Fred Maul's performance as the chairman? Well, I think the MTRC, the corporation, I think have been doing quite a lot of good job in the past Of course, you know, a particular instance like, you know, the, you know, the recent one, including the Hong Kong podium station and as well as the Tok Hau Huan That might, you know, I think more relate to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works I think it might not be fair, you know, to put all the blame on the chairman Of course, I think whether the chairman has done a good job is up to the public to give comment rather than myself But you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a good job, and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a good job Well, to me, of course, I think on the whole, the corporation has done a good job I think overall, I think, I think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Fred Maul I think to me is acceptable Actually, you覺得是合格的? Well,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from passing away to the minority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thing, you've been trying to fool tasks 我覺得可能相關負責團隊甚至整個制度 其實都要看看在哪裏出錯 我想最主要是提交詳細的報告和善後怎樣處理的辦法 另外也是因應這樣 我都希望港鐵有關工程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檢視 過去做了一些事情 在哪些地方紀錄各方面是否足夠 令公眾對港鐵的信心可以加強 那是否需要有類似的委員會的調查 還是覺得不需要 我想在現在來說未必需要一個委員會 要看詳細的情況 如果是純粹一些人不跟途例 不跟設計去做的 我覺得這已經違反了 他應該就工程承擔和合同上的要求 這些可以根據那方面去處理 亦都在工程方面亦都可以是怎樣去補救 我發現現在的局勢 能夠完全不想要有任何補助 公司的調查 基本上的事情我認為 沒有問題 我不想通常 要不及了 均勤的事 我認為 第二十分管理 我認為 我認為 政府政策 要讓全都看了 不是 巴仁 或其他印象 得了,克格扮政ええ法律限制 我相信它可能被虐待 直至今我仍然比联维了更多点统集 红花Des carta universo 要求emer 其實如果這樣呢 我自己個人來說就很少這樣做的 因為這個最主要是你一個監管問題 你跟徒例做 那麼你沒有理由這樣去做 如果你說因為某些原因而做少些東西 其實完全不正確的 其實都是一個完善的監管制度 應該這些不會出現的 謝謝 謝謝